从画面上可以看到架子上琳琅满目的商品 各大知名的品牌都看得见 不同的商品都用纸箱装着警方一一的侵点 商品全搬出来查看 发现里面有仿冒品 榆木问珠夹的与真的全摆在一起 消费者只要一不注意就会买到假货 警方日前还接获了报案 有民众表示说在网络平台购买的保养品好像怪怪的 就由警方鉴定之后发现全都是假货 许多大品牌都遭不肖业者盯上 警方展开搜查 前往台北南港区新北市新店区的家中清点政务 侵权市价超过100万元 带来听一段警方的说法 警方发现市面上知名的保养品或是化妆品流通的速度都非常快 有两名嫌犯以相同的手法从对岸网络平台购买假货 再放到自己的平台 标榜国外代购贩售 有些真的与假的混在一起让人难以分辨 警方一搜扣回2000多件的假货 总共就有18个知名的品牌遭仿冒 全案依法送办 本集完 好